好 下面我们来说说蔡康勇 每个人都有多穷身份 但是康勇哥这个身份真的是太多了 你看主持人 演员 作家 设计师 真的是才子一枚啊 说到才子呢 大家又很难把才子和厨房联系在一起 这回呢 蔡康勇是亲自下厨 而且还包起了饺子 活动当天 本以为蔡康勇会一展厨艺 没想到只是包了个饺子 莫非是自己怕露窃 不敢现场做菜 到底这位被称为多面才子的蔡康勇 厨艺如何呢 如果你叫我去菜市场 选那个还没有做好的菜的原料 我应该常常会选错吧 所以也许下一次我们 在自己的康熙来的节目里面 可以举行一次测验 看看我跟小S谁认得那个 菜市场的菜认得比较多一点 厨艺不佳 无声大雅 而身体有了问题就要引起重视了 日前有报道称 蔡康勇因为患病 导致右半边脸面瘫 不久前 蔡康勇还因为面瘫 而不得不戴着面具主持节目 活动当天 蔡康勇的脸部仍能看出异样 中医的立场都觉得 即使你被风吹到都会发生 可是西医是认为压力太大 或者是太疲倦 每隔一天都要针灸一次 然后我本来觉得想象中针灸是不太痛的 可是我这次遇到这个针灸医生 他觉得真要扎得深一点 自己患病烦恼不少 还有小S也是麻烦不断 近来小S因为涉嫌七甲广告代言被约谈 甚至由台湾主持界大腕炮轰小S 无配当公众人物 向其退出主持界 因此蔡康勇会如何回应呢 如果每一个人的这些发言 我都得回应的话 我大概回应不晚 所以就算了 最近他一向以他乐观开朗 跟坚强的心情来面对 他生活当中的波折 那我作为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们会用所有的在感情上面的立场 来支持他度过这段时间 谢谢